各位,大家好,这是一封送给各位观众的 您们大家好,我名字叫Sok Chamran 住在邦珍省,已听苏承华传统医学老师的节目已有四年多之时间 而是很用心的听取教导,引导他是学士光广,深厚烟博 他分享了不少他本人所拥有的经验,以及许多深厚的道理 佛之经历,大自然之道,因果定律,总共八万四千之道理 这个道理能引发,启发众生脱离,远离恶因,寻回功德,修心仰性,寻回经常做 智慧之三种是佛之根本基础,甚至能修到修至无极理天 他可次是很勇敢地面对许许多多困难,而不依靠任何一个人 是以健康补充品来提拔健康之路 和传统医学计划了在柬埔寨建造一间免费的动手术医院 也打算建立一个保护,照顾到老年人和孤儿院 也正打算建造柬埔寨中国、日本、印度传统医学公司 只为了不要柬埔寨人失去这传统医学的方式 他学习和研究了许多国家之医学 在他走向、迈向、连老和走进死亡之路前 他之愿望是要将他本人之知识、学识、经验传给我们 他之牺牲、努力向上、日以继夜、失眠等 是为了要关注许多工作 如去外国、远方的国家 寄前收集其他国家的植物、原料、材料 共有五个国家方能有高效果的医治 服务整个在柬埔寨的许多柬埔寨人 日以继夜的用心录音、录影片、直播、脸书、YouTube等 我们可在传统医学书成华老师书生活 所带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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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带来是载 而这 학读时 个 Asa ong lesu, S-O-U-S-E-N-G-H-O-U-O 到连周和YouTube家,能看得到 他实在太,太努力了 经历千辛万苦经济 而且实在太感动人心了 乃因为一位34岁的柬埔寨人士 苏承华 如此的努力向上奋发精神 几乎在100万人中 或整个国家1000年中 能行得到这种这么一个人 他好是一位人士 就算估计也能周全周到 所牺牲的行动也很了不起 实话实说 真不以什么来将他形容 真不知以什么来将他形容 无法形容 也不知说以什么样的话语 来感恩感谢他 其实他已在经济营业上得到 达到成功境界 已存有上百万支美金了 生活很富裕 而他却受万般压力 向银行借款不少钱 如果他不关心 关照我们平民百姓之安康健壮 他的圆满家庭早已安稳平安 快乐的过日子 最近因为他之观念是丰满我们大家也与他身上流的是同样的血 他出来牺牲奉献 事实上这种人物实在太稀少了 很罕见 很少见 这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观念而已 苏诚华老师营业之方式是会影响其他传统医学营业之收入 因为其他的传统健康补充价值高得很 而苏诚华老师之公司却一方面要开 公司却一方面要开一间注意平民百姓之生活 却通告寻求传统健康补充只剩下零钱 他是柬埔寨人之榜样 深入人心 太稀罕了 他在这繁忙的世界中 很少有这么这种人物出生 他估计让平民百姓生活 贫困的平民 皆能免费不用钱的也能得到传统健康补充产品 以达到身体健康常年百兽之境界 苏诚华老师之中言 出自内心之言语 健康补充助平民百姓之组织 日本澳洲也是我们的总经理 明星公司PSC International 我名叫苏诚华向各位前辈家庭父老青少年们恭敬的问号 整个全国政府在25个省份和金边人们敬个礼 大家好 我苏诚华努力推广助平民百姓之计划 规划让他能日益进展 能促进帮助众人大家拥有传统医学 各种健康补充各种名各种各样产品 每个联系到健康 您们大家是否有关注到世界传统医学配置配方式方式 尤其是印度、日本、中国、柬埔寨、洪高棉、苏诚华传统医学 在第八届的传统医学老师 苏诚华努力学习各行各业 尤其中检工事 加上老前辈传授的无限知识学士 就因为他们太灵连至苏诚华老师了 方将此秘方、妙方无限的传授给他 为了将他拿来以水化风土来配置 雄磁、阴阳之体质 许多技术、艺术能医治脑血管阻塞 神经系统阻塞 高血压而导致半生不随 其他医师皆摇头的病状 再怎么严重的他都能医疗 能有疗法神医苏诚华 在他心目中 他不忍心看到平民百姓很痛苦的面对病痛或死亡 生理死别之自然规律 生有在无与伦比的恐惧、痛苦 生存在无与伦比的恐惧、痛苦和各种严重之病状 这种情况、情形是每个家庭包括他在内 也总会面对此问题 生理死别 依依不舍的面对亲人之永别 难道苏诚华我该宁静不亲自出马的时候吗? 不是 因为我会挺立而出 绝对不会无动于衷 我已在公认的银行业上达到成功境界 我已很安稳地过日子了 升华去全世界各个国家旅游